黄奇帆,中国央行,或将率先推出数字货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今召开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道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向全会做了说明 财政部9月地方债发行2195.83亿元 同比减少5289.63亿元 央行28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应有500亿元到期逆回购 实现净回笼5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三季度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54.5% 比上年同期提高2.9个百分点 中国电信前9个月净利润183.9亿元 同比下降3.4% 中国银河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0.4亿元 同比增长90.31% 光大证券前三季度营收84.5亿元 同比增长44.52% 云南白药披露三季报称 前三季度净利润35.42亿元 同比增长7.46% 新能泰山前三季度净利润3.70亿元 同比下降33.35% 中文字幕志愿者 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栋 在学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手